YK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BennyBench 那么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我们非常非常久都没有出过的 够的分享 在这边开始 今天先做点赞并能转发 收藏和 moonwalk 明好您来关注 OK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我们先从便宜的开始讲 第一要讲呢是这个贝德玛的粉水 粉色卸妆水 大家都知道我个人用卸妆膏用的比较多一些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最近出活动出的特别多 很多时候需要到现场化妆 然后现场卸妆再走 你知道卸妆膏有多不方便吗 弯出一坨抹在脸上去乳化 去洗麻烦死了 我累了一天了 我工作一天了 我拍了一天照片了 我一点点都不想 在这个时候就 好好累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非常需要卸妆水 大车 在冬天 现在在冬天 你们知道北京有多干吗 卸妆水这种东西真的是太可怕了 就我目前为止 是说我个人 我本我 我自己 到目前为止 用过的绝大多数 不是那么贵的卸妆水里面 粉水算是 就贝德玛的粉水 算是我用过的最温和不刺激 用完之后不会紧绷 冬天用也OK的卸妆水 它那个蓝水 我觉得真的不适合我 它比较适合油皮 干皮的话 我还是推荐粉水多一点 就怎么说呢 为什么觉得它方便 就是你们能买到小瓶的卸妆水 但是你买不到小瓶的卸妆膏 就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去拍那个Crox宣传片嘛 然后那个之后回来的时候我去买的 然后现在到了 我还没有用这一个大瓶 脸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马上就要双十二了 我为什么买它呢 如果说大家种草的话 等它双十二号 它好像还蛮多套餐活动的 那贝德玛其实是我 从化妆开始到现在为止用过的第一款卸妆水 对我起步闷槛比较高 其实贝德玛粉水大家完全不陌生 没有必要讲太多 但是我还要说一下 因为它是本期视频出现的东西里面 我少有还是懂一点的 别的没什么可讲的 那贝德玛呢 是法国的三大妖妆品牌之一嘛 而且刚才我说了 卸妆水里面我用它算是我自己 我自己用过的 算是非常让温和的了 它里面包含色素啊香料啊 酒精巴拉巴拉这些东西 你们干嘛非要宣称自己没有色素呢 就有什么毛病嘛 就别说瞎子是不是 它呢是有一个胶素科技配方的 水油双分子统一 既能清水也能清油 所以在紧急卸整个脸上的妆的时候 它会更加有效 更加方便 对了它还有一个所谓的黑科技 它里面还有一个什么 DAF高级护肤配方专利 就是一个专利 有精脆黄瓜精华 低聚果糖之类这些东西啊 有一定的稳定肌肤 减少滋油肌的效果 没有什么不好的成分 孕妇也可以用对孕妇可以放心用的 它里面用的水呢 也是高纯水啊 比较贴近于我们皮肤的这个 PHA值属于弱酸性 虽然它的清洁率都比较强 但是我还要说一下 如果说你不用专门的眼唇卸的话 你要卸整张脸 然后你要用化妆棉 多在眼睛或唇部 敷一会儿敷个五六秒钟 五到十秒钟这个样子 然后再去擦拭 这样才会卸得更干净一点 没有残留 冬天的时候我用卸妆水 都会用这一款 OK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进入了很多 我都没有用过第一次用的 第一次买的东西 对 第一个是这个圣罗兰的 呃 藏红花面膜 我想买它那个面霜买很久了 到哪哪儿断货 到哪哪儿断货 到哪哪儿买不到 怎么回事你买 我给大家拆开哈 就是我本来想面霜精华 还有在那个精髓油一起买 但你没有了面霜就失去了灵魂 这其他我都不想买 但是面膜可以单独买 我拿回去用一下 看看好不好用 然后再给大家做推荐 把它拆开来 哈 有一个 小勺子 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一个它的说明书 没有金灿灿的说明书 我特别喜欢它的包子 我超喜欢它这个设计的形状 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真的 一到大牌上 你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的理由 你们为什么不说它抄袭 娇蓝的玉婷兰花呢 啊 这个面膜还蛮贵的 然后是 50毫升这样子 我给大家拧开看一下 我还没有用过 我连试都没有试过 失望 藏红花不应该是红色的吗 你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 哦 它不是那种特别薄的质地 它是一个还挺厚重的一个质地的 比一般的面霜还要厚重一些 味道就是圣楼兰那种老阿姨的味道 还蛮好闻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使用说明 要用它们家的脏红花的爽肤水上脸之后直接用这个面膜按摩一会儿再去睡觉 我是不是要再去买一个咱们家的爽肤水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一个抗老面膜 就可以让你饱满充盈充满力量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非常需要它 接着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买到的比Lapart的那个薄金面霜 就一万块钱薄金面霜还要贵个几百块钱的迪奥的 就这一款精华子叫做迪奥花蜜活颜思月蛇虫滋养精华子 你好累哦 我来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款是在SKP买的啊 就是代购都很少这个东西 然后我是在线下买的 它好像三瓶是不一样的 打开 就是一个珠宝盒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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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放在哪呢 你们看到吗 它上面有一个花蜜的雕花 能看到吗 有一个花蜜 花朵的雕花 花蜜的雕花 我在说什么 把它撑成 还有三片面膜 一个说明书 还有一张卡片 来我们看看里面啊 呦 真的是高端大气上当次低调瘦还有内涵哦 然后呢 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没办法把它从草里面打出来 你抢的好死啊 哇哦 看起来就好高级哦 这个瓶器真的是 这个瓶器看起来就很贵 天呐 像一个 珠宝 我要把它带在脖子上出门 那你们看一下 能发现吗 这三片的液体颜色不一样 这个最浅 然后一号 二号 三号 三号 最深 我们一瓶瓶给大家打开 哈 我就先试第一瓶 我很担心它是那种 就开盖之后 像 浇蓝那个开盖之后 多长时间就不能用了 我先试一下 出来 哎呦 好贵的耶 跟他迪奥花蜜系列 其他东西味道差不多 可能会更清新 甜一点 它看起来就很油 但是 它摸在手上 它不是那种油闷感 它不是那种粘腻的感觉 它特别顺滑 你摸一下 是不是 特别滑 因为我个人对Dior的护肤品 是抱有 就 但是它这个东西 我目前为止不敢上来说 感觉还不错 不能说这么 什么说这么早 因为变得那么贵 我会去用一下 我看好用的话 再给大家做推荐 对 一个月之后见 我看到它这个了 就一次用八下 连按八下这样 然后在三周时间内 每天早晚 用它 就只用它好像是 那浇蓝的那个黑蓝花的精华 差不多 按照 平身指示的顺序取用 在每个阶段的第一个早晨 请在 这是什么东西 适合干性街夫啊 油皮不用看 省强省强省强 然后它有说说是 顿时高效 三倍浓度 三重功效 只需要二十一天 密集修复 摆脱眷容 紧致风影 柔嫩 粉润 哇哦 我希望我二十一天之后 可以就是年轻到八岁这样子 虽然现在我只有16岁 那剩下的东西呢 都是彩妆 我来给大家一个一个讲 先从我之前买过的开始说吧 第一个要说的是这个玉婷兰花的粉霜 我买的呢是02号色 呃 国内是1650块钱一颗 这是我买的第二瓶了 之前那瓶已经用完了 虽然说我个人觉得它有一点点干 可能单独用的话更适合油皮多一点 因为我是觉得它没有那么那么那么的水润 它会有一点点厚重 但是它不会让你感觉 哎呦 我的脸上存在感很强 呃 我都是会调节一些精华 或者是一些精华油进去来用 它会有这样一个小刷子 不过呢 我是很少用这个刷子的 我都是用海绵蛋 Klaus海绵蛋你值得拥有 对它本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谁 送你来到我身边 我买的是02号色 呃 你们天天幻想自己很白 但是我我还是比较务实的 对 我还是比较真实的 我是一个真实的人 我非常接受自己皮肤 到底什么颜色这件事情 好像不太对啊 怎么这么黑啊 我买这四号了 巨型打脸现场 我之前用的是1号色 我觉得有点白 然后这次拿的是2号色 好黑啊 你们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我现在在买笨店 一定要试一下 所以那给你吧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啊 就是 它的2号色虽然很黑 看起来很黑 但是 我给你们试一下你就知道 你看看啊 很黑是不是 蛤 怎么回事啊 你 搓开之后就变白了 那还是有点黑 不行 我开始自闭了 你怎么回事啊 哎呀 我要再去买一个1号色了 对 我之前的时候买这个 苏酷的这个颜色就买黑了 我买的这个是 哈哈哈 斯林达立刻把他抬头 眼睛里面放光 我刚才在去 娇蓝他们家天猫 就是确认色号的时候 我发现了 他们家出了 就是黑蓝面霜 出了一款 陶瓷罐的特别版 要11000多块 好好看啊 我的天哪 立刻马上下单 好好看啊 不好意思说远了 就是关于娇蓝的这一款粉霜而言 我个人非常喜欢 它的粉质非常非常好 非常细 它不是那种虚的粉质 或者是比较干的粉质 它的干法跟 大家在理解干法不太一样 就是 它的干是 它会 巴在你的脸上 也不是不好的感觉 就是有点 紧绷 年轻的感觉 你们懂吗 脸后是本期视频 唯一一个国货 是一个国货刷子品牌 就是爱琳咪 就是爱家用的天猫 对 是这样子的 这是他们家最贵的一套刷子 好好用哦 它这一套呢 是有两种刷感的刷型 一个是这种 这种这种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形状 这叫什么形状 这个 这什么形状 随意吧 然后另外也是这种尖刺型的 这都是黄花梨木的刷感 管口 这个管口都是杜的24K的黄金 就比我们爱家系列 K数杜的还要高 如果杜24K的话 我会卖很贵的价格 对 我们杜不起 我们对不起 它这是24K的杜金管口和这个黄花梨木的杆子 它这一套一共是有14把 除了这两把之外 这两把特别小的 一把是眉刷 一把是遮瑕刷 是纤维毛 德国进口的还是 然后剩下所有的毛都是提纯的细光缝羊毛 它这一套刷14支是要560块钱人民币 其实并不贵 一点点都不贵 黄花梨木杆 加杜金管口 加提纯细光缝羊毛 完全是不贵的 因为你 Mika Fiverr一把纤维毛的刷子也要500块钱 首先 那点我觉得国货的刷具要做的比 国货的化妆品要更加的好 更加的快 那艾林米这个牌子呢也是我觉得在一堆国货的化妆刷品牌当中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大家可以去买一下 这个刷的非常舒服 超舒服 像它这两把高光烧超喜欢 这种这个高光烧 细节高光烧 跟这个可以用在骚全顾的和太阳穴这一块的 都超舒服 超舒服 一定要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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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是芭比布朗的这个粉底液 因为我摸不清色号所以我买了2号4号2.5号4 我觉得就是这两个色号都OK 所以我就把两个色号都买了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瓶子是长成 你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 这个分解他们都说很好用 阿欣也说超好用超好用 我就是无法 怎么说呢 无法抵御住诱惑 我就买回来了 这个颜色怎么回事 颜色怎么回事 在这边它怎么不太一样呢 刚才那个是2.5号4 我来确认一下2号4 哦不OK OK 哦 好像 哦 啊 这是我的颜色 这个 2号4是非常正常的颜色 我当时也试了一下 我觉得嗯 还蛮不错的 可以回来试一下 OK 回头如果好的的话 给大家出分享 那最后一个呢 是Makeup Hour的一个气垫 啊 呃 关于气垫这个东西呢 我之前一直都是 但是自从我上次用了 呃 自动场的气垫 我觉得 哇 超好用的 之后我就决定 可以试一下 气垫这个东西 然后Makeup Hour出了一款 这样子的 我就买回来试一下 它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白色的一个包装 打开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我给大家试一下 嗯 感觉好像把水粉霜 加浓的水粉霜挤在里面的感觉 我买的这个颜色 好像又深了 怎么回事啊 它里面呢 还会有一个替换新 是这样子 然后400块钱也不算贵 如果好用的话呢 就给大家回头推荐一下 等我先用一用 OK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篇 喜欢这篇的视频 多多点赞 评论转发收藏 如果跟我麻烦点关注 学学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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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